我和我的女朋友已经在一起三年多了 在这段时期里面 我完全感觉不到她把我当成她的男朋友 在她的眼里 她只有她的偶像 她的偶像 我真的受不了 既然她这么喜欢她的偶像 跟她俩在一起过得了 这是因为一段偶像产生的爱情 又因为偶像发生了冲突 今天 他们俩能够走出偶像的阴影吗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娃23岁来自山东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近仅21岁 同样来自山东 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还在读书是吧 对 我现在是大四 她是大三 这是学妹 对 是一个专业吗 不是一个专业 我是学音乐的 然后她那时候是学美术的 女生是对师兄是一见钟情好像 是吧 对 为什么一见钟乐情了呢 当时刚上大学的时候 每个人都要加社团嘛 然后我就加那个社团 她正好是那个团的团长 啥团呢 就是大学生艺术团 然后呢 然后我就是觉得她长得挺帅的 也挺阳光的 最重要的是她迎新生晚会上 跳了一支舞 就是我偶像的舞 我觉得她品位实在是太好了 你偶像是谁 就是那个XO啊 就因为她跳了你偶像跳的舞 然后我就觉得她特别帅 就开始追她 我和她直接因为这个EXO嘛 有好多的事情 到最后就是影响了她 影响了我 影响了我们俩的关系 完了还影响了她的学习 还影响到我的父母 好多的事情 那你慢慢说给我们听 你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我是团长嘛 然后很多活动需要活动经费 这种活动经费的话 就需要我自己的钱先垫付 完了最后那个社联再给我报销 完了这样我就怕我钱花抄了 不然搞活动没钱多尴尬 然后我就讲我把钱放你那里嘛 完了那个时候还是刚谈恋爱 一开始放她那里第一个月的时候 人家可倒好 拿我的钱去买了个那个EXO的那个一个CB 那你给我买东西还不行吗 你生活有男朋友 你就得给我买东西啊 那我一开始我给你 你买了我也没说什么呀 我想你喜欢你就买呗 可知道哪知道 那以后 那后来那几个月 他买的东西越来越多 甚至到什么限量版的 那个什么写真啊 什么杯子啊 那我就是喜欢那些东西嘛 没有那些东西我就无法呼吸 我就活不成了 那你喜欢你能不能注意注意我们啊 他一个月要买一千多块钱的东西 你想我们到二十多号的时候 两人在一起的钱 就还有几十块钱了 我不也没有把那些钱都花完吗 我还留了一部分生活费啊 那你留几十块钱 跟我们干嘛 十多天就吃个泡面那也不够啊 那去借钱嘛 那借钱那我好意思借 那我这个月借一次钱 完了下个月借一次钱 那人家还在接我嘛 完了后来他就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 哎呀我也没办法 你说喜欢就喜欢嘛 小女生你喜欢 偶像不很正常嘛是吧 我觉得倒还好 那咋知道到后来 他越来就是 越走火入魔了 啊 啊